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丈 你们在看什么呀 几位大人来贴了榜文 有看到通缉要犯吗 拿下他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贼太世昭 自子叙 长安李氏 被李军发现了 是因为天书的关系吗 阿兄使用天书之力救我 才被他们盯上了吗 是我连累了阿兄 而且我一点忙都帮不上 刚刚也是 没事的 相爱 不用太勉强自己 阿兄会保护你的 这也算不上什么事 你看 文书和博生也被通缉了 庄师 庄师是陆林军的豪杰吗 小人正左 天为此地理政 仰慕陆林军的英雄豪杰已久 我不是陆林军 一样一样 我等饱受朝廷管理期呀 苦不堪言 见到庄师刚刚出手 真是大快人心哪 我也只是为了自保而已 此地不宜谈话 庄师不妨进屋一叙 也好 我也有些事情想要请教 请 请 请 庄师请坐 方才听庄师谈到刘家二位将军 您真不是陆林军的豪杰 虽与他们有过树面之缘 但我不是 那庄师可曾听说 陆林军是否会往商气这边过来 不清楚 不过我听说 接下来陆林军或许会往晚城去 我等受朝廷管理期呀已久 一直期待陆林军能来收复此地 可惜呀 庄师刚刚说有事情要问 陆林军 郑老丈可知商山在何处 往西边出了村子 河对面那座大山 便是商山了 要怎么过河 沿着河往上游走 有一处渡口可以过河 其他地方都听闻妖魔平生之事 商气这儿感觉都是平安 是有位绿衣女子来过村子 提醒咱们不要贸然上山 也多亏了她 没听说过有村人受妖魔袭击 好 绿衣女子 是 背着一把金色大剑 我本也想向她致谢 哪知隔日她便不见踪影了 你说商气这儿受朝廷官吏欺压已久 怎么回事 还能是什么事 官差们横征暴敛 不服的全都押走 再没回来的 不知咱们这儿 南洋一带 没给陆林军收走的地方 都是这样 多谢款待 到辞了 装师这就要离开了 嗯 去商山 小人有一事告知 且听小人一言 装师是否见过一种精怪 明幻先知 平时埋在土里 与寻常植物无异 若是太过靠近便会受其攻击 略有耳闻 一般人不知道 但我们商气这儿 祖传一种秘质调香 才百年先知云盖 调和绘草与其他七种香草 制成若菌香 便是这路熏香吗 正是 这又与我何干 不急 且听小人唯唯道来 这若菌香不单单是气味雅致芬芳 品质还可以消忧解潮活络气血 炎年益寿 只可惜百年先知不能长得 啊 郑老丈是想托我狩猎先知 呵呵呵 并非如此 壮士的身手了得 小人是真心钦佩 但 壮士杀了几名官差 就这么一走了之 若是陆林军打算接管伤器 那倒也不坏 嗯 但又偏不是 如今几名官差死在此处 朝廷问罪下来 小人该如何回答 恐怕 现在只会问小人村里 借几棵人头虫竖 若君香香则相饮 但药性霸道 品香前必须服下左药 否则不到半盏茶 便会手足酸麻 浑身脱力 啊 阿兄 壮士 小人不晓得 您与李军有何过节 啊 但杀人长命的道理 是不会错的 你既杀人 便要有被杀的准备 借你人头 把我伤及百姓诸臣 啊 啊 小儿 阿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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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他 死了 我 我只是想打晕他的 啊 他要杀你 我没有办法 我 我杀人了 没事 谢谢你 小儿 他既要杀害无辜 反倒被杀了 也怨不得谁 我 虽然被阿兄安慰了 却没什么感觉呢 可能 我还不太适应 这木头身体 你再忍耐一下 等我们放出那位大王 就没问题了 好 我 你 总算我们是问到 商山的路了 希望那些莫者 不要太难缠 我们走吧 前面就是商山了呀 我们往上游走 找找那个渡口 前头或许还有妖魔 仙儿也要小心了 好 这渡口 是莫者制作的机关吗 看了 阿兄 香儿 刚刚的事不要放在心上 可我觉得 他不是坏人 他只是想保护伤气的百姓 我却 我们也不是 我们没做错事 他却要杀人 他的行为与妖魔无异 香儿 你是从妖魔手中保护了阿兄 走吧 不愿意 唔 好 没关系 在这儿 前面呢 山东 前面呢 兄台不必紧张 我只是来给你提个醒 这条路半途就不通了 怎样都过不去的 要是打算上山 我知道其他路 你是何人 我不是何人 我是何号 在下是行走天涯的浪子 人称万里风何号 哪有财宝 我就往哪儿去 待在山山已经几年了 都在这儿捡财宝 这儿有财宝可捡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青铜和木材都是宝贝 用青铜和木材做成的宝贝 更是宝贝中的宝贝 两位看看 是不是巧夺天宫 这也叫财宝 自然是财宝 我告诉你啊 玉水有个货廊 专守这些奇珍异宝 每次回去倒卖给他 都能赚得盆满钵满 玉水 莫不是夏老丈 你也认识夏老丈 那咱们也可以算是 半个熟人了 不如 咱们合作一把 我听闻商山 住了一群莫者 他们会让你捡 你该不会是做 五本生意的吧 大爷 呸呸呸呸 兄台这话说得多难听 拿取五种之物 怎能算是偷呢 无主之物 是啊 山上有一座寨子 里头不知荒废多少年了 你说墨拙 总之活得我没见过 死的倒是不少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来给二位提醒的呀 这条路不通 我知道另外一条路 不过 这次上山 山里头的妖魔都不太安分 我偷偷跟了一路 发现二位身手不凡 对付那些妖魔 想必是易如反掌 不如 我们结伴上山 一起发财 如何 也好 结伴而行也有个照应 有劳了 别这么客气了 兄太将我和好便行 倒是二位 太师子叙 这是圣位 好的 子叙和太师小妹 随我来 阿兄 他说上山大寨 是个废墟了 那群墨者 会不会 我们先上去探探情况 就算人走了 也会留点蛛丝马迹 也许和好骗人也说不定 稍微防着点 子叙 太师小妹 好 你们 那边路不通 得走这儿才行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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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临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羽毛 regiment 侯 絲 穆 睿急下無敵手呀 好 雖 哎 待會妖魔就往你那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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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待在这儿这么久 知道大寨怎么毁的吗 我发现这儿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片荒野漫草落 是吗 那妖魔变得如此躁动 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应该也是最近的事 上回还没有 壮观吧 可惜全都被人毁了 也不晓得是什么深仇大恨 这儿以前肯定是个了不得的地方 如何 你们要进去嚷嚷吗 跟我来 一起发财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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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了 怎么又给锁上了 一 一 就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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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啊 阿修 还挡得住 阿修 阿修 何靠他 不行 已经断气了 节哀 承蒙姑娘出手 救我兄妹二人 在下涅阳太史昭 不知姑娘如何称呼 我叫楚红 商山人士 商山 姑娘可是没者 你怎么知道 听闻商山大寨中 有一群没者 童小机关之术 特来求教 原来你要找没者 姑娘 几次进山来偷东西的 就是你们吧 不 我们 躺在地上那个 难道不是你们同伙 我们是来找没者的 和他只是萍水相逢 恰巧同行 还想狡辩 阿修说的是真的 我们是第一次来上山 那何昊说 他熟门熟路 才一起上山的 我们只是来找人 没有要偷别人的东西 找人 找人 这里 早就没有人了 念在你们是初犯 山门禁地 非请污入 否则 绝不轻饶 阿修 你没事吧 阿修 你没事吧 我们先把何兄埋了吧 相识一场 也不好让他扑视荒野 阿修 在烦恼什么 刚刚那位楚姑娘 我觉得她的模样 挺熟悉的 肯定在哪儿见过 阿修方才可都看呆了 不止模样熟悉 名字也是 红儿姓什么 姓楚吗 还是姓崔 彭味 走 我们去问问他 阿修 他刚刚才说非请误入 否则绝不轻饶 那是刚刚 既然认识 也就无妨了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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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了 山门禁地 红二 西阴街的红二 你 你怎么知道 你是谁 我是李昭 还记得吗 我们常在一起玩耍的 昭小子 不对 李昭早就死了 你是谁 为什么要假冒他 我没死 阿父阿母冒死 把我们送了出来 站住 我不相信你 李昭十三年前 就死于火海了 你腰后的机关鸢 还是以前那只吗 记得小时候爬墙 帮你捡过几次 我时常在东市迷路 绕得晕头转向 最后都是你带着我 找到出路 你太夫最疼你 每天傍晚都来接你 他平时很有威严的一个老人家 跟你讲话的时候 都是乐呵呵的 还有 你送香二的生辰贺礼 记得吗 你说要再做一个送我 更厉害的 还做数吗 是真的 真的是你 这种时候遇见故人 真好 只是 你怎么会干起了五本生意 我们真是来寻找没者的 需要修理某种机关 我可以帮你看看 不过有件要紧事 得先处理 这些死士兵 不是自然形成的 而是受一头大妖控制 但他一直躲在里头 很是狡猾 得除掉那头大妖 否则 他们死后也不得安息 我帮你办 一起 大妖凶残狡猾 说实话 我也没有把握杀他 要是一个没弄好 怕是会把你也搭了进去 若是如此危险 那我更要和你一起了 我还指望你帮我修复机关呢 可不能让你一个人进去冒险 好吧 小心行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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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